美国中期选举落幕 民主党夺回众议院 共和党保住参议院 现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兰西佩洛西 成为第60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台湾自由时报引述评论家瑞布萨的说法 即使民主党获得众议院主导权 新议长也不会对中共有友善态度 郭文贵在自媒体披露 佩洛西在六四事件中 曾被中共公安逮捕 分析认为 佩洛西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 其政治理念与川普总统毫无二致 兰西佩洛西曾经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 成为美国国会成立218年来 首位女性美国众议院议长 今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 在此夺回众议院 佩洛西也因此第二次任议长 相关资料显示 六四事件发生时 佩洛西曾在天安门广场外 净做抗议 旨在为六四事件时期的中国学生提供庇护的 中国学生保护法案 即是由他提出 郭文贵先生在自媒体上披露 六四事件时 佩洛西还曾在天安门广场拉布条抗议 还多次被公安逮捕 文贵说 公安 非常粗暴 有一次把他关在了天安门旁边的派出所 且关在厕所旁边 郭文贵还披露 当初逮捕佩洛西的人 包含林强 张月 一名公安部的王部长等人 林强担任过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 又称公安部业局副局长 后来曾被郭文贵 任命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月曾经担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 被外界称为河北政法王 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郭文贵还表达了他对佩洛西 出任众议院议长的看法 称他不但对台湾 香港很关注 还高度关注他的爆料 郭文贵认为 民主党掌控众议院 美国政府的立法确实可能受影响 但是对于反共 包括台湾 香港的民主法治自由 佩洛西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自由时报引述评论家瑞波萨认为 佩洛西对中国是不友善的 她还举例说 过去佩洛西曾针对关税议题发表看法 认为北京的监管壁垒 强制要求 劳工滥用 反竞争政策 以及许多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 需要全面获得回应 佩洛西来自与中国贸易量庞大的加州 其选区有许多需要被保护的智慧财产权 因此心里相当清楚中美贸易之 间的影响 实际上 佩洛西在上一次担任议长期间 就因一直关注中国人权著称 在上一个十年中 她一直投票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中国申办奥运会等 在2007年6月12日 即以众议院议长身份 发表声明要求美国介入调查中国厂商的剥削同工 2008年10月24日 佩洛西赞扬了欧洲议会授与之不同政见者 和人权活动人士胡加萨哈罗夫思想自由 讲这个大胆的决定 佩洛西的声明说 我对我国政府呼吁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胡加 和尊重所有中国人民的基本自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